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集《時代木人》 我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辦事業梁國泉傳道 多謝大家在過去中收看我們的《時代木人》 任社長都提醒我們,大家要like,share,and comment 大家幫幫忙 這集我們很高興講講關於神學教育 我想起這個話題的時候,我們就想起趙宋明博士 歡迎趙宋明博士來到《時代木人》 或者宋明,你簡單講幾句介紹一下自己 好嗎? 好啊,好啊 我現在在香港神學院教書 《北京壁國》教了神學 在廣神都20年鬆一點 我很喜歡教神學 好啊,淑民表的感覺不單是在象牙頭裏面 亦是很在社會、社區、很在時代裡探討教會與神學 所以在進入下一步之前,我也很想認識一下淑民 現在在節目裡面也不介意 照顧你一層明博士 突然間差不多 為什麼你會走神學教育這條路呢? 你以前有沒有做過其他職場的工作才讀神學的呢? 我以前是做社工的 我做了社工差不多八年 挺同學 是啊,我聽說過你是做社工的 我其實很喜歡做社工 我甚至乎覺得社工是神給我一個呼潮 不過做了幾年社工 我打算是我終身職業來的 不過那時候是八九 八九年六四 對我的生命是一個很大的轉捏點 我想和我同期很多頂之媒都是一樣 你可以說這個是觸發我去思想 我想我的人生下半長 我繼續怎樣走 就開始思考讀神學 其實開始我自己覺得 我當時可能是一些很 當時一種 因為那件事發生 一種很即時的回應 我要做一些 奉獻給神 奉獻給神 還有做些什麼呢? 是很偉大的 我要去教育很重要的 跟六四有關 教育很重要的 我要回去國內 就是跟裡面的知識分子 跟他們講基督教的事情 是一個這樣的 很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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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著讀神學 開始想這些 但是我想問一下 你之前 你讀中大 之前你有沒有想過 將來都會做一個學者 當然沒有 我當時 我打算真的做社工 當時也不覺得自己是一個 研究學術的材料來的 不是說真的 不過在中大的時候 回望的時候 這也是神的安排 除了讀社工之外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看一些 哲學 社會學的書 那時候去聽課 開始有這樣的興趣 開始學習去思考 社工很忙啊 大哥 我也讀過了 很忙的意思就是做實習 其實社工特別是功課 我覺得功課很多 那你這麼忙 你還有時間可以聽 什麼哲學 社會學 要不要去走堂 走堂居然有 特大學 不過這麼說 那時候 中大已經四年了 還有我抱著一個心態 要入大學的 因為我很珍惜入大學的機會 我一進去 我就不是經常讀書 所以我畢業的 成績不是很 都是第二項的 我主要是社會學和哲學 就是旁聽又好 我反而很有興趣做這些 所以那些 呼染 不是呼染的 就是社工的 就是盡力做 不過我真的很喜歡社工 讀社工 讀社工不是十分有興趣 讀哲學 讀社會學也有興趣 不過我很喜歡做社工 回到讀神學 你什麼時候讀神學 一讀 就讀聖課 我讀兼聖課 就讀兼聖課 剛才我八九年開始 有一個什麼叫做醞釀 另外就是去到九零 好像九零年 我記得楊木公牧師 他有一次來我們教會講道 在文字主日 他就有一個呼召 我就很大的感受 所以做文字工作 在楊木師底下呼召 就開始 於是想了 於是進去中神 讀聖課 因為我剛才說 我很喜歡社工 我捨不得這個工作 我就不確定自己是否走這條路 是否適合這條路 所以探討一下 讀了聖課 就是一段時間 四年 三、四年左右 應該這樣說 我就用了頭 後來我轉 那時候中神可以轉 讀聖課 轉去MDIF 那我頭尾好像用了三年時間 因為那時候可以轉去學分 那你讀得很快 都是讀書人 不,MDIF就是三年的 MDIF 因為可以轉去 可以轉去 那我就在中神讀了MDIF 慢慢慢慢我 就是確認自己 是很想走神學教育那條路線 那將我以前那些 說什麼 要回去做一些很偉大的 中國教育那些 我就回去 就是 就是為了香港教會 就是服侍 在神學教育 文字工作裡面 希望能夠服侍香港教會 所以我就這樣 踏上這個 神學教育的路 就是打踏一點點 剛才和你準備的時候 都就是 神在準備著你去奉獻 是 是 也是 也是 也是有些社工職場的經驗 是 正在說 在哪個空間時空 你讀過下制衣 做過下 哦 我 因為我是七八年 就 七七年 就是中學會考 七八年 你猜到他的歲數了 猜到了 七八年我就考高級 那時候高級就入中大 不過呢 因為七七年 就是 會考 七八年的成績 就入不到中大 入不到中大 他隨便都要找出路 就去康里讀一個叫做 Fashion and Clothing Manufacturing 什麼時裝及製衣 那些 他出來做了兩年製衣 不過那些不是我喜歡的 也有兩年經驗 兩年製衣經驗 然後就 轉去中大讀社工 讀了四年 然後出來做了八年社工 那就是 很特別 有時候我們的生命神 有很多要我們等候 要我們經歷 有些我們很喜歡 但是有些外來環境 去衝擊我們的改變 去到 都很欣賞 你的哲學 神學 的一個反省 還有很多的教會 的參與 講道 講座 甚至會在教身 你也幫不少 我也是在教身認識你 是 就說回 到你完成MDIF 那怎樣能 無端端的讀了PhD 是否讀得很優秀 或者是感召 那樣呢 純粹是感召 因為其實 剛才我所講 在忠神裡面 我已經慢慢慢慢 開始 就是 就是 忠義讀 忠義讀 還有神呼召我 還有一些老師的 鼓勵 你都可以讀下去 於是 完了忠神的MDIF 然後就進去浸大 就馬上進去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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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讀一個博士學位 那是全時間讀 全時間讀 全時間讀了三年 然後大概用多一年時間 但是我想我三年幾四年 就完成那個博士的學位 然後就出來教神學 進入香港神學院 直到現在 那三加四就完成神學教育 然後進入這個廣山參學 現在我已經講幾多加多少 那三加四 那我還有一件事去了解一下 就是 崇明的神學 都是會不離開那個處境 也有你自己的研究 說一下你的博士研究在哪一方面 好像說不太多人認識 你剛剛說 我研究的神學家 就真的不太多人認識 Curlent Gunnton 一個比較近代的神學家 我主要研究就是 西方文化裏面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叫做主體性的問題 特別是啟動運動 真理不離主體性 哈哈哈哈 我剛才說錯了我自我家 他糾正了我 是其他那一個 subjectivity的問題 那我就從一個 所謂三一輪的 這個這樣的角度 來處理西方文化的一個問題 這個這樣的博士研究 其實好像很抽象 不過我自己就是 其實我自己跟著出來 做神學教育 我就是一個很深的一個信念 和我希望實踐的就是 我們的神學 特別是在教會的印象裏面 譬如一些系統神學 教育神學 這個就是我現在教的東西 很抽象 很離地 很形而上 那我就 那些都需要 但是 但是也有些東西你覺得差一點 是 我覺得其實那些 所謂神學就是叫我 教定我們認識上帝 認識上帝是怎樣的上帝 和認識上帝的作為 他做過很多事情 在這個世界上做過的 包括創造不夠熟 那些東西 那我就覺得神學對我來說 就是 我希望能夠是 將 好落地 那這個我想回頭 這個都是上帝的安排 可能我社工的經驗 幫到我的 是 因為社工整個訓練 和我實踐那八年的工作 其實是 在社區裏面 接觸一些 即是 在一個 基層 很困難的人 所以這個 這個 這樣的 氛圍 這個背景 我猜是對我有些幫助 嗯 以至我的神學 我就很強調 就是 教會 其實 要去 我們傳統的福音很重要 當然個人的生命 得救很重要 但是 我們缺乏一種 關心社會 關心一個 一個公共的向導 我們 我們的信用 缺乏一個公共的向導 所以我們之後 探討的 整傳使命 沒錯 關愛受到世界 沒錯 諾桑信 福音 那個 傳人 那個 等等的情況 是的 我覺得 都是 幾符合我現在認識的崇明 就是 在這個神學的 進修的路 和神學教育裡面 當然 現在其實是 又回來 香港的近況 是的 近來 香港教會的 入神學院的數字 又微減了一些 那 我這本 也要先買一個 教新這本 2019的普查 說回 其實2014年 也有 2019年 也有 1042個神學生 2014年 再多一點 1200 一對一 到2019 如果走 就已經 減少了 那個 數字 去到900多 嗯 那 崇明覺得 是不是現在的人 負面讀神學 少了 還是走去讀普及 延伸課程 多些呢 嗯 我自己 我們自己 神學院 的確是 在 19年 大家知道 跟著 20年開始 就是一個 疫情 疫情 其實都很大影響 是 有多 譬如我們知道 有多 有多 弟兄姊妹 她都 基於 社會運動 帶來的政治 還有很多 在19年之後 有很多 不明朗的因素 再加上疫情 是 他們都在想 是不是這個時候要讀 就是要探索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中一個影響的人 在這段時間比較 少進來石楼園 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認識一個 神學生 是嗎 是的 是的 所以 這是一個原因 事實上 我們 早那兩年 收生 真的比較差 今年 就好一點 我聽說 其他神學院 甚至 一些大的神學院 都有影響 當然 小的更加影響更大 是的 這個可能 隨得 隨時和移民潮 都有少少影響 是的 有一批 是可以走得多 二十幾歲的那批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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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還有待觀看 還有我相信 這個神學院的發展 和神學院的教育 都離不開教會 是的 這麼多年來 香港教會有興盛 現在其實都是老化 衰老的階段 是的 今天 整天送命來 都是講回神學教育 是 神明講去 其實都是二十年的神學教育 都是很長的時間 你覺得現時 在過去的神學教育 到現在 有沒有一些地方 你覺得 是正在改善的 或者是努力中的 或者是缺乏的地方 嗯 那 我姑且 用近年的 社運動做一個分解釋 譬如是 我從2001年開始進去講神教 嗯 就 由2001年開始 一直到 就是 2014年之前 嗯 我自己看回教育 我自己有一個 講神日 我自己的補符也是 神學教育 是為了 for the church 英文是for the church 是為了服侍教會 而教會就是 見證上帝的福音 嗯 牧養信徒 一個很重要的 耶穌的身體 嗯 所以我就發覺 我自己的關心 其實一直都是關心 教會的問題 教會在香港 身處於香港社會 我自己簡單來說 我自己早期 我自己教神 我有一個觀察 就是 當時社會仍然穩定 但是社會穩定 或者是 其實不是一樣 是好事來的 對於信仰 其實由80年代 90年代 香港的經濟起飛 教會都是很 你可以說 進入一個挺富裕 挺安舒的地方 跟社會一樣 是啊 不過有時候我覺得 有一個危機 就是教會世俗化的問題 我一直都關心 教會世俗化的問題 中產化 中產化 我寫了一本書 其實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神學 其實是幫助教會 幫助信徒 實踐耶穌說的 很簡單 就是在世而不屬世 我們要在世 我們不要離地 不只是傳出一個 上天堂的福音 但是在世不等於被世界的那種文化 就是同化了 這個就是世俗化的問題 這個也是所謂 我們有些學者說 就是教會 軍事坦丁化的問題 我覺得以前 香港教會就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 或者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這樣 香港人很無實 教會很無實 只是講教會增長 沒錯 教會增長當然是對的 不過就 對於那個 就是信徒那個 生命的質素 特別是神學 那個的要求 教會其實是 就是我這樣說 就是輕忽了的 神學不重要 特別我教的教義 就是口骨離地的那些 所以教會很少 神學院 偏向越來越神學性那邊 和教會的關係比較疏遠 至少教會有個印象 事實上就是 神學院越來越學術 學術的那些 特別我們教的那些 真的不是很實用 就不知道是一個這樣的因素 就變成 教會不是不重視神學院的 神學院培養一些信徒 就是出來 平信徒母養也好 培養一些傳導人很重要的 但是對神學那個看法 是有少少 我覺得有少少不同 我覺得多說少 那是世俗化的影響 當時我覺得 這個很重要的 希望能夠在神學教會裏面 可能從平信徒開始 到目者 出來的時候 我經常都跟學生講 是要神學地牧養 神學地去 在我日常生活裏面 怎樣來見證信仰 這個是 我可以這樣說 這個是 早期 接近1314 我想大家知道 香港比較政治化 社會改變 政治化 1419 很多事情 以至20年 我們進入另一個階段 我又覺得這樣 當時教會 其實一開始 有些頂姊妹 特別年輕那些 就開始覺得要去關心社會 於是在政治上有些參議 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當然 對於教會來講 是很陌生的 從來教會 不關心這些事情 沒有去實踐那些事情 所以對於當時 教會來講 我覺得也是一個 很新的事情 突然間 我們要點一點正教 是啊 魚翁真是看書 是啊 現在真是很實際 在現場 或者我們去祈禱會的時候 都要談談這些事情 是啊 甚至都是說 你不講政治 政治都上會找你 在日常生活裏面 其實是 家庭 同事同學的 大家開始有些政治的分野出現 是啊 是啊 所以我覺得 那時候 從神浪教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又進入另一種 要去面對 嗯 那就是 一個新的挑戰 這樣 於是我們講神也好 或者我觀察到 其實香港的其他神學院 都其實關注了很多 就是比較以前 真是落地了一點 關心 就是不是神學 或者整個 整個教育 或者希望教會的信仰 不是那麽個人化 那麽私有化 希望有一個公共的向導 關心社會 那這個是一個好的轉變 不能夠是有拉力 你回應不行啊 沒錯沒錯沒錯 即是你要關注啊 否則的話 真是越來越少神學院 真是入神學院 這樣 那都就是 熟明都講到一些少少 一些的生活歷程 即是覺得需要是 就是回應時代 還有在那段時間 都受到一些 世俗化 中產化的影響 可以到近年 現在就是 在現在這樣的狀態 那麽多年神學教育 就明白 即是 你的衝擊最大 是 什麽事情 或者有沒有一些 高潮低潮的事情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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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 郭傳喜你講到這件事 我就很自然就想回到 就是剛才我說的 其實 近年就是 大家知道 就是2014年 19年到現在 嗯 香港已經進入一個 一個很不同的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景況大家明白的 嗯 那就 我覺得 特別是 我覺得20年 20年 除了疫情 對我們都幾折磨 是的 是的 但是再加上 過往一些 一些社會運動 底下 我想其實我們明白的 整個香港社會 大家都 我經常用一個形成形 我們香港人 其實 情感受到很大的創傷 嗯 武力感很重 而我自己呢 特別在 20年 一段時間 年中 特別是年中 我自己都有一種 無力感很重 嗯 就 這份 無力感很重 我想整個氛圍 嗯 在我接觸的弟兄姊妹 整個香港人 那種 無力感很重 很多的 很複雜的情緒 有憤怒 有無力感 有 有悲傷 有失望 甚至乎絕望 意識很多人離開 那我也有一種失落感 那一段時間很大失落感 就是 我可以做些什麼呢 那又提回 其實我可以做些什麼呢 失落教育 small potatoes 可以做些什麼呢 那就是 那就是 那一段時間我也是 有一些失落的 就是不知怎樣 那不過很感謝神 就是我想 我想就是 人有軟弱 神就 就是給我在當中有 有反省 所以很短時間 我就 那時候 我覺得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做 不過我記得耶穌 耶穌 和九亿詞都在九亿詞裡面 其實 特別當一個世代 去到面對一些困難的時候 去到一些十字路口的時候 特別有苦難的時候 譬如西方兩次寫的大戰 那時候出了很多很重要的神學家 繼續來去 為教會來去服侍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 其實可能對香港教會的信仰來說 是很難走的 我們經常說 摸著石頭過河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走 不過正正在困難的時候 的時候 我覺得正正是 我記得耶穌 教導我們 第一 和我們同行 和受苦的人同行 我覺得 我很尊重 很理解為什麼有些人移民 我完全理解 完全尊重 不過我覺得始終 在鄉教會裡面 鄉教會裡面 或者神學院裡面 都有一些人要留下來 可以留下來就留下來 所以留下來的人 留下來的人 甚至乎最起碼可以做的就是同行 我記得 郭祥先生 你說了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 我有些很低落 但是呢 剛才說我們收生很差 不過呢 我很記得 我一次 interview 一些申請人 是 是年輕人 我問你為什麼讀神學 為什麼這個時候對於讀神學 他跟我說 他說很簡單 他很想陪著那些年輕人 我很感動 很感動 我覺得這個陪伴很重要 就是他是年輕人 他讀完之後 不是那麼年輕 都是年輕的 都是年輕人 都是陪伴年輕人 就是同行 這個很重要 我想受到教育 培養一些年輕人 陪伴一些傳導人出來 繼續在教會裡面 可以留下來 和香港人同行 還有我想 接下來 其實那個政治經濟 我們整個社會生活 日常生活 很多東西變化 在這個時候 我想更加需要神學反省 更加需要 讓天國的價值觀 就是讓神的說話 讓神學 來幫助我們 繼續怎樣摸索 前面的條 我們可能看不清楚 是 沒錯 我自己也聽到淳明說 就是剛才我說 就是年輕人讀完年輕人 我意思就是成熟一點 就是 我覺得先摸一摸 所以 我覺得很感動 我自己也聽到 有一些人去神學院 讀神學的人 他們很清楚 是 反而在危難裡面 困局裡面 神會讓我們回應 他的呼召更加清楚 是 我想不一定是 要讀全時間神學 而是能夠在神學裝備上面 沒錯 不過 正說剛剛 曹文卿你講完 就是 我們很需要有更多 神學院和教會 一起去整合 沒錯 關於一些神學的論述 沒錯 和現世一些的反省 而是放出在那個時代裡面 沒錯 這是我們需要去看 是的 實際上 淳明之前你準備都說 你都見到很多 其實都是在背後做的 或者都是在起來做的 對於未來的教會 前景 神學教育 最後 有沒有幾句說話 你都想在這個節目裡面 再總結一下 是 我經常都這樣說 你問我 我個人的感受是悲觀的 是悲觀的 因為現實上 讓我們看到是悲觀的 不過我經常都這樣說 我們是可以悲觀 但是我們沒有權絕望 因為我們 我們相信是盼望 盼望 其實 其中一個神學家 影響我好心 就是莫德曼 他叫盼望神學 莫德曼神學 有一本在 哈哈 想不信 那本 我馬上擺一擺 我通常在時代 牧人都會做的 莫德曼 我覺得正正是 接下來 就是 那條路不知道怎麼走 摸著石頭角落的時候 我覺得 真正的盼望是什麼呢 真正的盼望就是 我們似乎看到前面的路 現實是很悲觀 甚至看不清前面的路 而最重要的 真正的盼望就是 我們看不清的時候 我們唯有依靠 和信得過那位歷史上 掌權的上帝 繼續引領我們前行 我只可以 跟大家鼓勵這樣 可以悲觀 但是不可以絕望 我覺得是有盼望的 這個很重要的 應存盼望 是的 我想我們在無力感裡面 我們需要去投靠上帝 求神去幫助我們 這一集講 神學教育 都是一些 大家看看 崇明的生命 神呼召祂 我相信在未來的香港教會 我們都求神去興起更多 能夠整理神學 和教會 在時代裡面的 福音使命 大使命 等等的情況 這一集 短短的 但是都很開心 和趙崇明博士 能夠談論 香港教會 神學教育的前景 希望我們 在未來的時間 我們能夠 像崇明所說 我們不要絕望 我們在神裡面 應存盼望 這集 跟大家說聲 再見 我們就結束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謝謝